《中國時報》2015年7月25日報章 《B.2.Y.高雄市澎湖新聞》八週寧雲章 《解荒行四墳前龍拍漢一嫌落網祖先託夢 助破漢南園區李星被害人祖母墳前兩火龍拍樹被居斷, 涉嫌被發現後匆忙只在走一火, 被害人只案發前一晚祖先曾託夢要子孫來看祖墳, 明嶺中食鹽在土地公苗前被記下車牌, 警方遞獲一嫌,另一嫌在逃追測中, 林園警分局大寮分駐所表示, 李星被害人報案稱,祖母墳前災種龍拍樹組破壞,損失約十萬元, 更重要是祖墳風水遭到破壞恐影響後代子孫雲勢, 希望警方周出竊查,李星被害人還說,祖墳樹木遭蝕前一晚, 其妻悶見祖母要祖墳回祖墳看一下, 隔日上五輪居職通知祖墳前樹木雙雙租據段, 警方調查,在監視器畫面蝕賊有兩人, 駕駛變造車牌藍色小貨車,利用清晨作看, 嚴犯在蝕取龍拍得手增在土地公苗前停留, 有民眾發覺意涉嫌賊頭賊臉形跡可疑, 便記下該自小貨車車身上號碼提供警方調查, 警方巡線第二道肛炎,令名陳炎在圖。 肛炎征信時表示, 陳炎將木材變迷後現金佔為己有, 分毛未得又被原警察和,直呼被黑黑黑。